哈囉,我是星浩 問一下比較重點花上星浩 要來到我們Mind the Game解析的時間啦 這集中LeBron Reddick深入分析了 眾所期待的NBA總冠軍賽 他呢包括賽的提克的強項 東雲霞這邊該怎麼應對 以及路卡的擋拆究竟要如何防守等等 整體來說是內容非常豐富的一集 但相信觀眾們也都等不及了 話不多說就讓我們進入今天影片的正題吧 一開始Reddick先表示在季后賽贏球非常困難 首先在NBA贏球就已經很不容易 而在季后賽甚至總決賽贏球更是難如登天 LeBron對此表示正同 說要曾經一下四場拿下冠軍 但也有過一場都拿不下來的情況 球隊必須整場比賽都把細節做好 才有機會拿下最後的勝利 這裡LeBron也提到了東雷的六碼隊 他們沒有任何場合作 去打敗一隊像Boson 當你有機會把遊戲關掉 你會上三個 跟球打 跟時間打 你把球打敗一 然後你仍然會有機會 可以把球打敗一遍 或是任何場合作 NVP的EASTER CONFERENCE Jalen LeBron也贏了 然後我們現在坐在Boson 最後的決賽 對於該不該在領先三分時犯規 這兩人在節目上就已經討論過了 他們都覺得應該要犯規的那派 這裡Reddick發表了他對最後那一球防守的看法 在 broadcast Mike had asked me 我不是說拒絕,但你把那個拒絕拒絕拒絕 對,你對 我感覺到他不正在那邊的拒絕 他沒有時間去敗 對於這球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當初在直播上聊的時候 我說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沒有換防 因為通常關鍵時刻 你不會想像對手透過掩護得到控擋 而這球在第一拍沒換防的情況下 Cacom就錯過了能提早犯規送對面發兩球的機會 因為Bron已經接到球準備出手 這次再犯規就會變成三次發球了 接著Ready win了Bron 覺得賽軍的強大之處為何 除了他們天賦滿棚之外 他們在什麼地方做得特別好 一下是Bron的答覆 Payton Pritchard has the ability to play low iso ball as well but they just have two iso guys 因為他們不得到他們的球動作 當他們在打擊中心 在打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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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准傳找到好的出手機會 這樣正宗的球員幾乎都有外線投射能力 團隊一場平均會出手42.5次三分球 這樣的打法可能會有人不喜歡 但來講究出手得分歧望值的現代 這樣他們拿到了聯盟第一的進攻效率 接著Reddick分享了他覺得賽軍最難阻擋的戰術 接著他們把他稱作Homish2或V2 這張一集中其實就已經有提過 不過這次他要做得更深入的講解 衛 했嗯 �碌這一较 mir好 橇彩 如果他打擊BI 明晚就看 army 我 carga 方法 称 打付 雷 有 可 刅 後 打 Better job than anyone On these rip screens when there is a switch JT setting this rip screen on Derek White If they know they're switching The angle they set this and slip Yup They get that so much 因為Reddick講得很快 所以我再詳細說明一下 換言之就是牛角站位 兩名球員在底角拉開空間 另外三名分別在兩邊軸區和壺頂 賽軍不會死板的跑戰術 而是看對手的站位和防守策略去決定下一步 如果對手不換防 那一個簡單的領護就能穿上出外圍空檔 或是直接空切籃下接球得分的機會 而假如對手選擇換防 被擋後賽軍卡住下方的位置 這時順勢空切就能得到機會 因為他會比換防到他身上的球員還要更靠近籃框 之前介紹過的戰術Indiana 當中的被擋也有運用這個概念 想重溫的觀眾可以點上方資訊卡去觀看 只能說賽軍跑這個戰術真的是非常強大 極致的空間加上多個進攻點 讓對手是難以設防 幾個月前往去美國看比賽的時候 太陽隊就完全守不住這戰術 略為被賽軍空切進來得分 想放掉的底腳球員斜防又會被三分球給懲罰 賽軍在這戰術中得到的選項實在太多了 就算軸區的配合沒有機會 也能傳給底腳球員做奇蹟式的突破 或是再交給雙三花去做單打終結 像是對上6碼的這球 第一排6碼沒有給賽軍空切的機會 但Nampard也因此換防到了Tayton身上 最後他單打中距離成功命中 Redding這邊也問了LeBron 覺得面對賽軍該怎麼樣去防守 究竟換防是不是一個好選擇 LeBron表示面對右秀球隊 你不能總使用同一種防守 如果你整場都用同樣的方式去守 那右秀的球隊絕對會找到方式擊敗你 最後還是不斷去變更防守的策略 有時候換防 有時候多上點肢體 不給對手輕易接球和掩護 加上手剛剛的H2戰術 LeBron覺得等下側硬的球員 盡可能再遠離籃框的位置接球 在一開始無球時就要將他推離軸區 難怪只是一點距離也好 都能讓對手不管是得分或傳球的威脅下降 講完了這戰術 Redding接著還補充了賽軍進攻戰會的一個小細節 是红柱 小朋友 一路人 都可以学习 那一路人 它iros到 一路人 你找出 基本上 有些险似 秀 们 在哪里 有些同学 你会 在某些上 你会 拧大方 要 你想 知道 你 要 找上 是 你 他也可以玩 Darbron 隨後稱讚了Mazura和他的教練團 說這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因為防守總被教導說不要放掉牆邊球員斜防 這就會讓對手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 接著Reddy 又提到了賽軍的另一個戰術 那就是Horn's Twist 一樣是牛角戰位洗手 不過持久者會先按周區的其中一人打擋拆 然後再利用另一人的掩護去往球場中間進攻 這樣讓對手防守擋拆的難度又更提升 所以Darbron 也分析了這戰術將如何帶給防守難題 如果Persengas是開啟的 9次到10 他們都會有5人打擾的桌子 所以你不可以 在OKC系列 Dallas是讓他避開Gafford 在時,Lively 把他放在Gafford上 然後讓他讓他擁有 擁有擁有 不怕他擁有的擁有 不怕他擁有的擁有空 所以他能夠讓他離開 到時,OKC變成了 走ドラゴー 起立 energety 一越 額 有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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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的桌子上走 可能不整個都不設定 把那些人的右手放在那邊 你放在X5Lively Lively Gafford 在一個位置 我可以幫助保守嗎 還是會讓他下降 後面LaBron還提到Maxi Clipper的復出 表示對上賽爾提克 他在防守端能提供不小的幫助 由他再來就很像獨影俠能夠進行更多的換防 像是大中鋒會更好去防守KP的擋拆 接著Reddick補充到 獨影俠除了放頭Giri 在細節時也會讓長人不斷放掉狗別的鞋防 並相信後方的防守能夠做好輪轉 這點在我之前的獨影俠防守分析影片裡也有提到 而如今面對到賽爾提克 場上已經沒有人能夠放空了 最後是對獨影俠防守的一大考驗 從第一站能看到 獨影俠還是選擇積極的鞋防 和前幾輪一樣透過大量換防阻止擋拆 再用提前的鞋防去增加對手的錯位膽打的難度 加上Tatom全場16頭6中還發生了6次失誤 但賽軍的攻擊和傳統能力 比前幾輪獨影俠的對手來得更好 所以這樣的防守只能讓他們得到許多外圍出手機會 全場出有42顆3分命中了16顆 最終也幫助他們拿下了首戰的勝利 接著兩人聊到了Garib去防守Luca的擋拆 Reddit提到在西局的第三站 未洋的防守就很好詮釋了 所以我們就把策略混在一起使用 有超過20%的擋拆防守他們採取換防 另外守城推和包夾的比例也都超過了20% 但最終Luca還是一一化解了這些防守 所以Reddit叫LaBron猜 從數據的角度 哪一種是防守Luca擋拆最好的方式 也又是讓獨影俠的平均擋拆得分最低的 這同期的結果從地形賽到GEO賽相差不多 以下是LaBron的回答 我會說Bl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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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說Blitz 是因為我看了其他兩 而且它是… 它是不 switching 因為… 他們不要每逢的 объ票 這麼多… 他們都不會有兩千塊 在五 conjunto delivers 最後輪到九家平沒 中部選中 在克� reck Wenn Donc Rue too big in his frame in his size drop his pick and roll owed gets the hostage question jail and now your asking The b to make the decision on shit I help off should I give ground soon as you help love the gap are lively or corner pose 所以我猜是 我只是在逃避的程式 JJ 我會說是 Blitz 再把5-man 放在短路上 去做一個比賽 我們看看Livelly Gafford Dewight Powell 因為Livelly的傷害 在遊戲4 或遊戲3 我會說 你活著這些機會 最後Ready給出答案 從數據上來看 的確是Blitz是最好的選擇 面對神隊防守 讀星霞每回合平均的拿1.1分左右 面對換防則是1.12分 對防守來說是最差的 至於面對Blitz 每回合讀星霞會拿0.97分 Gio賽則掉到更低的0.67 同時Luca也是力行賽和Gio賽 聯盟包夾次數最多的球員 不過這裡Ready給我提到 賽軍Blitz的頻率只有在3%左右 他們並不喜歡採取包夾 而是常用換防去限制對手 其他美確實有這個本錢 因為有豐富防守資源的他們沒有必要隨便夾擊 因為他們沒有容易被打點的對象 來到總決賽第一戰 賽軍的確嫌少基礎包夾 採用的是大量換防來面對獨行俠 就像我在系列賽前瞻分析影片提到的 靠能換防的Tayton去對位獨行俠的中鋒 來封鎖他們擅長的1號位和5號位間的擋拆 這BossLuca必須進行更多的單打 全場26頭12中攻下30分 表現是十分不錯 但因為賽軍不過度血防的策略 導致他只傳出了一次的助攻 最終賽爾提克還是笑到最後的一方 平常獨行俠面對換防得分效率很好 機會通常手擋拆的會是中鋒 而中鋒換防後1對1很難擋下Luca 但賽爾提克Tayton這點的防守 能扛出中鋒也能換防到外圍 就給了他們非常大的彈性 獨行俠有轉而嘗試讓KPP對位的人出來掩護 因為他是賽軍唯一不想換防的點 但Jones擔任掩護者的威脅相較中鋒低很多 所以獨行俠大多時候還是沒能懲罰這個對位 加上賽軍還會適時的用提前換防 在保護Porsinkis讓他留在禁區護框 像這球他就施意Prichard幫他輸續對位 最後也成功擋下獨行俠的進攻 其賽軍的防守策略還會帶給獨行俠一個問題 在在開打前Reddick就已經有提到 Luca, against a drop, if you're in a shift against him out of the corner, he'll go up to shoot late pass late pass Dallas, because this is gonna be a math there's gonna be a math game to this don't tease me on this please don't tease me on this, it's a real thing can Dallas create enough threes against Boston? that's gonna be important and one of the ways they create threes is against the Blitz by getting the ball to the corner and I think that's why Boston defends the way they defend to take away the three 在這年上真的是被他們給講中了 因為賽軍不包夾 所以獨行俠這場就不像前幾輪一樣 有許多底角三分的空檔 大部分的三分都是Luca自己的單打 球隊整場外線27頭7中 不管是出手的量和命中數 都跟42頭16中的賽軍有段差距 光三分球就少拿了賽軍27分 這就是現代籃球帶來的數學問題 所以要如何在賽軍採取換防的情況下 能去製造出好的外線出手機會 或是獨行俠在後續歇賽必須去解決的 談完擋賽防守 後面Lubberon又提出了 通表階段領先方該不該犯規的問題 之前已經討論過領先三分該不該犯規 但他說當他在看七角的第四戰時 想到是不是在領先六分時也應該犯規 因為對面就算兩罰都進 還是兩顆球拳的差距 但假如被對手投進三分球 就變成了一顆球拳的差距了 Radix 則表示 Masuda在東角的第一戰 就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他們在OT高6 他們把球放在右邊 那這周摩斯拉是個神奇 周摩斯拉 被打擊了 然後把他們到打擊了 沒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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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上就這次的Mind the Game解析啦 這節目真的是每次看完都能有所收穫 也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內容 接下來的總管區CSI 我都會開直播時時和大家分析 歡迎有空的觀眾一起來聊天看球啊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一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就會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給大家的收看 我是星浩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